大家好!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在週三的凌晨,歐冠聯第三圈友好戲上演 到時由奔菲家主場迎戰米迪蘭特 奔菲家貴為蒲超豪門 歐戰經驗豐富,球隊實力無需過多淚述 其身駕遠超米迪蘭特四倍有多 可見紙面實力同樣是後者之上 就近方言而,各項賽事處於連勝當中的 他們競爭狀態形狂為不足 今次整體實力更勝一籌的奔菲家取勝無難度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在蒲超過去十個賽季裡 奔菲家包攬了其中一半的冠軍獎盃 此外沒有奪冠的五個賽季中都未曾跌落過 前三席位 在蒲超常年的奪冠業門 此半成績足以體現球隊實力之強 奔菲家一直是歐冠聯的常客 雖然大部分時間都似步於分組賽 但上屆歐冠聯球隊一路過關斬仗 衝進半準決賽 就算最終兩回合敗 戰敗不敵利物浦 但都算是衰敗猶榮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 奔菲家近況不足 近五場友誼賽中 不論是西甲球隊還是英超之旅 奔菲家都是最後贏家 幹卡路、拉莫斯、阿力斯基、馬道 以及拉法斯華等人都有不足的表現 在他們的幫助下 球隊單場至少能攻入兩球之多 期間合共收獲17球 可見其進攻方面相當強勢 眾相所述 球員腳感火熱的奔菲家 理應體高一線 而另一邊相 帝術丹麥的米迪蘭特 近期整體表現難言理想 過去六場各項賽事中僅有一場比賽 能夠在常規時間內取得勝職 聯賽旅目前三輪戰敗 都只斬獲一勝一和一負的平族戰績 而歐冠聯賽上 與賽普魯斯球會AEK拉拉拉卡 踢得難分高下 最終憑著十二馬大戰險勝對手 晉級致路並不平坦 米迪蘭特近期競技狀態略有起伏 就近況然而已不及上述奔菲家 此外其紙面實力都在前者之下 敢抱碎異地作戰的米迪蘭特 不移高估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